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首歌属于恋爱甜蜜系 此间更能感受到那种浓浓的甜蜜感 可以说以前周深是没有驾驭过这种风格的歌曲的 然而他却诠释了什么叫做宝藏男孩 一首歌的支持度能够表明这个作品能不能受到欢迎 我们可以看到周深的《雨清》在《有你音乐榜》中排行36名 虽然一直都在以快速的分值增加不断递增 但是这首歌的名次和《花西子》相比无疑是相差甚远的 那么问题来了 难道这一首《雨清》不受欢迎吗 《有你音乐榜》是音乐客户端用户都可以投票的 而这种投票增加的便是分值 这种听众投票的方式非常公平 并不存在什么假行为 但排行36名的《雨清》却是让人大吃了一惊 从数据调查来看 《雨清》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首歌曲 但是为何分值却如此低呢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原因 周深这一首《雨清》发布时间并不长 所以曝光量并没有得到一个充足的时间 再则就是很多喜欢听这首歌的人并没有参加投票 当然了也许别的歌曲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这就是能够看谁的你更加支持了 但从根本上来说 也许会有人认为 恋爱户的风格不适合周深 毕竟周深一直都是以一种比较飘渺的风格来演绎歌曲的 他的声音自带仙气又变化不断 从《大鱼》当中的异响飘渺到《笑之歌》的独特演绎 证明了他驾驭的能力 但是他唱的恋爱戏的风格喜欢的人真的多吗 当然了这个问题只有听众亲自来解答了 不管是生命也好路人也罢 他们的感觉才是真正的答案 实际上他唱的这一首《雨清》是非常符合场景的 《雨清》是为一款恋爱戏的手游打造的 而这手游的背景必定离不开这《循环》 他的歌词只用千年便体现出了《循环》的味道 可谓是一种绝笔 各位《循环》便是人们幻想世界当中的一种 它是一种模糊又具体的形象 也许是长生也许是轮回 或者是那种枯燥而又惊心动魄的修炼 在这种场景之下的恋爱 无疑是非常值得期待和甜蜜的 相反另外一首《情是何物》却登上了热搜 CCTV经典永流传节目上 问世间行为何物只叫生死相许 一个奇晚的爱情故事 在周深空灵真诚的演绎之下 更加的直击人心 顺便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 原诗句不是只叫人生死相许 以及爱情绝唱《白头银》当中 是愿得一心人而非愿得一人心 有实力听得见周深用自己的声音 征服了不知道多少观众 从缘起到大鱼 从达拉崩巴到起风了 极具辨识度的声音让大家认识了周深 然后才发现周深也是非常有趣的人 始终保持着和粉丝高强度的互动 有梗又好玩 在唱歌之外还是个段子手 网易云单曲热度Top1的达拉崩巴 播放量突破了一亿次 让多少人听到起了鸡皮疙瘩 任凭说周深一开口就是老二次元了 他是一个巨龙 少年小女孩 国王都可以驾驭的男人 再说一次达拉崩巴班德贝迪伯多比鲁翁 前不久 乘风扑落了姐姐张雨琪和周深互动 说你没在法国排队吗 周深回应 我去拿号了 再次戳中了广大网友的笑点 如今周深迎来了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款代言的手游 龙之谷2手游 对于这款游戏可能很多人还并不了解 这是龙之谷IP巅峰续作融合了NMO的玩法 自由探索大世界画风Q萌可爱 与周深的二次元属性十分契合 当然了龙之谷2手游能否征服玩家 等到7月9号游戏全平台上线就能知晓了 而对于周深来说 这是他第一款代言的手游 粉丝们都能感觉到他有多么认真 周深的新歌卡布勒船长已经确定 而且这也是龙之谷2手游的主题曲 不知道周深会给各位歌迷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最近频频发新歌的周深果然又被盯上了 重磅游戏主题曲海报提前泄密流出 就在7月6号的晚上 周深的资讯站发布了一条微博 声称捡到了龙之谷2手游主题曲海报 随后龙之谷2手游官方微博迅速回应消息属实 歌曲将在7月8号上线 并且进一步爆料 新歌卡布勒船长还为周深量身定做了舞台剧MV 将在7月9号上线 看来这个2.5次元青年周深 7月的第五首新歌毫无意外要回归到了ACG圈子了 果然堂堂6级B站UP主怎么会满足于单一的人设呢 目前这首龙之谷2手游主题曲 卡布勒船长QQ音乐已经开启了新歌预约 舞台NV的信息也让一众的生命们非常期待 除了这首疑似欢快的卡布勒船长以外 近期周深还出了天地为念延续自己国曼OST小王子称号的一首新歌 紧接着就和方文山老师一起合作演唱了《花希子》 外加一首《语亲》达成了《鼓风三连击》 昨天还发布了首《影》 干净情深的《翩翩少年郎》路人员真的拦不住 自歌手2020结束以来 周深正式打破了一位人气相对比较低的歌手的格强 成为了新一代中国音乐的领军人物 老实说所谓的冠军不如好口碑 周深显然是后者 当然了虽然决赛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但是他的收获肯定大于冠军 再来说说新歌吧 如果说你知道音乐制作的过程 那么即使不是原创歌曲 每个月也会很难以发出一首歌曲 从熟悉作品到结束录音细节 平均四天完成一首歌 普通人几乎无法想象 除了高产要保证速度 歌曲的质量也要过关 而对于周深而言 这些似乎并不难 不仅产量高 而且质量高 每首歌都不错 甚至是包括一些商业歌曲 但是仍然能够让观众感觉到充满诚意 我不得不说周深真的是一个宝藏男孩 为什么周深能够在B站那么受欢迎 我觉得除了周深唱了很多二次元歌曲 人很有梗 很懂二次元以外 还有一点就是 周深相关的二创视频质量超级高 这一点切中了B站UGC的属性 老实说也喜欢过很多明星 被推荐的也不少 单纯的裁典 舔屏和听歌鉴赏 根本就不能够满足我了 可是周深的混减太厉害了 都是B站用户感兴趣的点 比如说海绵宝宝版的 不说拜拜的Disco 塞尔达版的 打拉风巴 赛博朋克风的《童》 星战家漫威版的《童》 霸王别记版的《相思》 中国唱诗版版的《相思》 哈利波特版的《自己按门铃自己听》 迪士尼加皮克斯版的《莫斯腾》 老实说我当时看到海绵宝宝版的Disco的时候 惊喜值不亚于看《武林外传》版的《灰夜大小姐》 太绝了 怎么会想到放在一起的呢 舔屏的题材在哪个平台都可以放 但是这些视频绝对是投B站用户所好的 起码做视频的人肯定没少混B站 我也做过一些把看似没什么关联的两个元素剪辑在一起的视频 工作量还挺大的 可是周深的这些视频质量都是各顶各的高 我本来只是想要点进去看一眼 结果不知不觉就看完了 我的硬币还飞了 如果说各位明星的粉丝都能够做出如此高质量的二创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B站老用户真的很欢迎 周深的歌和段子在B站已经从推广营销变成了本地素材 这些视频不仅是他的生理做的 还有一些别的去的up 自发的来用他的素材进行二创 还能够得到高播放高投币 这说明他在B站的知名度和任何度都蛮高的 在B站看了一些访谈之后 我刷新了对于这个人间出谷谎音的认知 访谈状态非常放松又真实 而且连采访的人都说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会把他盯得太紧 这样的方式其实还蛮好的 可以让艺人呈现出更加本真的状态 大家看起来也不会感觉到那么紧绷 在这个卖人式的圈子里 他可以说是一股奇葩清流了 不给自己搞什么标签 就不用害怕什么崩塌或者是眼砸了 最后说一句 按照周深这个出歌速度 第二张专辑恐怕就指日可待了 毕竟高产四内啥 深深恐怕也拿不出太忙了 没空唱歌来当理由了 粉丝加油催 新专辑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再膜拜一下这个大宝藏男孩 人间哪吒 别的艺人是家饭 你这是自助啊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